美国航母到底有没有被打 这个坑钱游戏的集中局 野萌胡在武装说 我们打倒美国航母了 网美说不 你没有 全世界都看傻眼了 都在看热闹的时候讨论 有没有被打倒 直到昨天老美放出一段视频和采访 我上次看明白了 感情真是在做局呢 这是在做局骗爸爸们的钱 原来我以为这是一个军事问题 或者说政治事件 对吧 单纯了 这就是一个买卖 经济问题 打没打倒 航母就压根不重要 可能很多人看过国内媒体 有传这个视频 但是没有新闻的全文 我看了一下 里面有好多细节 可有意思了 这个就是个局 先是发的媒体是美联社 这个就是全球最大的通讯社了 而且当时发的时候是头半头跳 这就说明这个事很重要 对吧 但是他们又假装特别不重要 你看看这个标题 翻译一下就是 美国航母的舰长 开玩笑的反驳胡晒武装 大家看到了 Play for it 这个词不 这个才开玩笑的意思 显得很漫不经心的那种 你明明就很在乎 但是表面上还得说 哎呀 没关系了 无所谓了 有一种女生拒绝了你的约会 你还装装没事的回去 我就是开玩笑 你晚上有没有空 开玩笑 这还没完 你再看看新闻细节 美联社的记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 在船上转了一圈 没有任何被袭击的证据 而且还坐直升飞机多次 唠航母转圈圈 看有没有受损 多严谨 对吧 不是走马观花 而是多次的唠着走 对啊 重复多次的看了 这不就是想告诉外界吗 我们是真的看了一圈又一圈 里里外外的 真的没有被袭击哦 证明自己 对吧 胡塞武装 他是在撒谎 估计就恨不得对天发誓了 那种就是 你要说我们的航母被炸坏了 我们出门就给车撞死 我保证没有被炸 至于吗 对吧 你需要证明吗 能一个军阀武装 找你地球上的霸主来乘流量呢 对吧 你不搭理不就完了吗 没错 就是军阀政权 胡塞武装到现在还没有占据整个野门呢 也只占据了一半不到的地方 那他非要证明 现在直播技术这么发达 对吧 你直接来产 现场直播不行吗 对吧 流量直接拉满 还能自证清白 当然了 你要说这不是发了视频了 证明也是一样的嘛 哎呀 这个视频五十多秒 对吧 前面二十多秒 那就飞机起降的画面 就这种 后面呢四十多秒呢 舰长接受采访 证明自己没有被打啊 大家来看看采访时候的表情 哎呀 知道的这是航母上的善效舰长 不知道他以为哪个企业高管在做公关呢 我就是从这种职业的微笑中感受到点啥 好 有人说不能直播呀 涉及到军事军命啊 好吧 你一个爱生豪威尔号航母 嗯 七七年服役到现在 现在都快五十了 对吧 就你那一个起飞机的大甲板和外观都不知道被排了多少遍呢 你保密个毛线啊 对吧 来 你就说你要看什么角度的 嗯 正面的反面的侧面的前面的后面的 在网上一分钟如果找不着算书啊 而且再说了 直播这种事你们老美又不是没干过 对吧 但是这次不主播为毛线啊 你不敢还是有另有打算的 我不知道啊 但是这次美联社的新闻里面有这么一句 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告诉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 这次红海战争已经花了至少十亿美金了 看到没有 one billion 十亿美金 来了 来了 这个是重点要考啊 我解释一下啊 老美的军费呢 一般是提前有财政预算的 但是呢 已经很多年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计了 虽然钱还能拿到啊 但是很不顺利 特别是呢 像红海危机这种就是临时要过去干价的钱 那就得临时申请啊 有时候拿不着权额很仇仁啊 你就看上周就有一笔钱被拒绝了啊 看明白了没有 这是在喊话呢 已经花了十亿美金了 不行了 认知不好过呀 你看连胡晒武装这种军阀都敢造谣说 打到我们航母了啊 活不下去咯 国会的老爷们啊 款不到位 他不行啊 很丢人的 啊不 是很影响我们的全球战略的 对吧 真的很会玩是吧 本来就琢磨着想什么理由搞钱的 结果 你胡晒竟然造谣说打到我航母了 这税就给枕头啊 来 让他们炒作 让他们炒作 我们也配合一下 就怕没有乐度 对吧 现在乐度到了啊 我就可以找国会要钱了嘛 对吧 来顺便再来找几个记者 显得我们好困难的样子 这不都已经花了十亿美金了 都没有把胡帅武装给打服 那说明啥 说明钱给少了 是吧 确实困难 哎呦 我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困难 当然了 以老美的习惯 这里还要宣言一下 士兵的健全和对家人的爱啊 你看新闻 电展说 我们在船上发社交媒体 是为了更好的和家人联系 在这里发了儿子女儿 丈夫妻子 甚至父母双亲的照片啊 这样就能感觉家人和我们在一起了 就问你一句 感人不感人 我的天哪 好 咱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翻译呢 你想让我们干翻敌人 对吧 但是要想干赢 现在钱还不够 打钱 打钱 钱够了 我们就可以赢了 然后就可以回家相聚了 你要说这个不是要钱铁 我都不信啊 就是一个给国会老爷们的诈骗局啊 现在该发的视频和新闻都发了 闻到国会老爷们头痛了 这群国防部的人也太能烧钱了 动不动就几十亿美金 想到了那个价值20亿的浮动码头 那个豆腐渣工程了 就这个 都知道吧 对不对 骗的一手好钱啊 啥 还有不知道的呀 那来点点赞 知道你们喜欢听这么严谨的八卦 不严谨的财经新闻 来点点关注 我下次直播的时候 给他讲讲这个豆腐渣工程